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,但事情真到了自己头上的那一天,小月却没了脾气,大力是镇上卖布的,生意很不错,人缘也不错,这天轮到母亲七十大寿,她把全村的老少都叫来庆祝,甚是热闹,而老婆小月就在厨房忙来忙去,没一个人管她累还是不累,没有办法,经济不独立,就得看人眼色。 半桌上面小月的好闺蜜花花和男客人,打闹嘻嘻,大力看在眼里,心里很不是滋味,因为私下里她和花花已经密会多年,然而小月完全不知情,花花热情大方,甚是会伪装,大寿这天还夸赠着小月手艺不错,做的馒头好看又好吃,大力娶到小月真是上辈子凶来的福气。 听到这话,大力只是对着花花笑了笑,大力除了密会花花之外,在集市上面也不老实,隔壁卖布的老板娘是个新手,想要讨要一些生意惊,大力便趁机占别人便宜,老板娘是过来人,便安排大力跟自己的表妹去约会。 这表妹是城里来的细皮嫩肉,非常时髦,大力不假思索地同意了,不仅带其去吃西餐喝果汁,表妹看大力这身装扮,觉得对方没多少钱,但大力为了表现一下,便去了城里的卡拉OK,这可是当下最时髦的地方,无数西装革履的人在里面搂着舞伴跳舞,大力是第一次来这里,她刚拿出自己的香烟出来,就被表妹驳斥了一顿。 随后还被她拉过去跳舞,大力很是笨拙,不知道该怎么跳舞,随后在酒精和音乐的刺激下,她跳得越来越开放,说无足导引得众人哈哈大笑,大力觉得非常开心,可等到结账的时候她才彻底傻眼,就这几个小时下来,自己累出一身汗不说,还花了一千多块钱,这可是自己辛辛苦苦卖不几个月的收入。 大力很是惊恶,但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,她还是乖乖结了账。 小月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出去花天酒地,她正忙着收拾家务,给婆婆洗澡洗脚,随后等到大力回来,她把这个月的账单报给了丈夫,因为物价太贵,这个月多支出了十几块钱。 听到这话,大力很是烦躁,在外面给小妹妹花一千,她觉得很值得,但是老婆多花一块,她都觉得不值,甚至指着小月的鼻子说。 小月没有反驳,她整理好床部,想要躺下来,结果大力根本不让自己挨着她。 小月知道自己丈夫嫌弃自己,但照了镜子后,觉得自己真的老了。 她细细地打量一番,还换上了新衣服,想着能够吸引一下丈夫的注意。 大力刚一到家,小月便端上洗脚水,报告着今天的工作,可没想到看到妻子大力一脸插衣,没有一句夸赞,只有一句,丑人多作怪。 小月听到这话不禁哭了出来,她没想到自己对自己这么的嫌弃,连说话也是一天逼一天恶毒。 晚上小月翻来覆去睡不着觉,她回想刚结婚时丈夫的态度。 与现在的大力就好像是两个人,不禁黯然身伤,哭到熟睡的丈夫怀里,可没想到大力男男的梦话,让小月心中意凉。 这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,小月才知道,老公可能出轨了, 甚至计划好要跟自己离婚。小月哭了整整一个晚上,第二天她在大力走后,悄悄地跟在后面。 大力真的和一个女人进了出租屋内,不过那女人不是花花,而是集市上的老板娘,两人只是看一下新进的布料。 但关上门谁也不知道在干什么,而小月再加上昨晚的梦话,不禁彻底心塞塞。 她回到了家里想着如何跟大力对质,此时大力还完全不知情,她一进门就吆喝小月。 去 去 给我打盆水 给我洗洗脚 有话说 剃头洗脚,胜似打针吃药 见到小月一动不动之后,大力怒上心头,提高了嗓门。 我叫你打盆水,听见没有? 我叫你打盆水来,你是笼子 小月再也忍不住了,她狠狠瞪着自己的丈夫,随后把水被猛地摔在地上。 大力有些痴情,但大男子主义的她显然被气昏了,继续指着鼻子骂人,小月直接发泄开来,把家里的东西能摔就摔,地上一片狼藉。 大力猛地将其推倒,小月被从中来拿起西瓜刀,大力被吓了一跳,小月哭诉着说 给你,你杀了我吧,我给你们家做了二十年牛骂,要走来,没用了,都赢了,你杀了我吧,你就把害除了,你敢哪,你敢哪。 随后两人便争执起来,而后小月始终咽不下这口气,而大力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,她蹲在地上,既懦弱又可恨。 随后小月坚决要分居,她自己把和大力的家义分为二,建起了一排围墙。 女儿很是支持母亲,她早就看不惯大男子主义的老爸了。 花花听说了此时候,不禁虚情假意地安慰起闺蜜女儿,谁料这时候家里儿子说话了。 听到这话就像是触动了花花的敏感神经,她让儿子住嘴,随后打发闺蜜女儿离开,等人都走了之后,她才盘问儿子,从哪儿听说的这些风言风语,这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发现,而是镇上的老板娘替自己背了锅。 花花没有反省,反而觉得大力居然喜欢上别的女人,于是便来到集市,警告大力离那个老板娘远一点,不然自己怎么办? 自己可是跟了大力十几年,瞒着自己丈夫,瞒着好闺蜜,自己活得多累啊,没想到自己的这番话并没有什么作用。 大力反而有些翻脸不认人,比起女人来说,她更担心的是村里的流言蜚语,到时候自己怎么在这一片混下去。 听到这些没良心的话,花花气得上去就开摇起来,随后哭着跑远了,抠门的大力十几年没给过别人好处,唯一一次就是没收花花的不品钱。 回到家后,花花越想越气,她无处发泄,边朝自己窝囊的丈夫和婆婆撒起气来,一家人对这个彪悍的儿媳妇也是敢怒不敢言,这么穷的家里来一个女人不容易,要是跑了,可怎么办? 小月做了十几年的家庭主妇,这一旦分居就没有收入,没有办法,她只能孤身来到城里,靠着捡垃圾和纸箱等废品为生。 小月不辞辛苦,也认识了周围不少同样独身的女人,她们的命运各不相同,但基本相似,都是苦命的人。 小月第一次在这里感受到温暖和自由,每天都是换生效语,比在家里坐牛马简直幸福一百倍。 一日,大力去城里送货,正在公交车站排等车的时候,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身边走过,她定睛一看,正是妻子小月,她拉着一车货物,累得全身都湿透了。 看着她这个模样,大力赶紧低下了头,生怕小月认出自己,纠缠自己。 可惜小月没有那么多闲功夫,她还忙着养活自己呢。 婆婆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她整日烧香拜佛,祈求小月早点回来,而花花看到这一幕后, 记上心头,为了让大力跟那个老板娘断绝关系,她便故意在小月婆婆耳边吹风。 我听说,长庚在外面逛野了,行了个先好的,你也不管管。 只有大力收心,这个家才会好。 此时的小月完全顾不上家里那堆破事,她和好姐妹们一起说废品, 看到好多洋人在旅游,便估摸着一起开个小工厂,做旅游方面。 不过资金还差了一万多,脱破想让自己儿子拿钱, 但小月坚决不投意,也许是心生愧疚。 花花当即表示,自己会资助小月办场。 听到这话,小月高兴极了,谁都靠不住,关键时刻还是朋友给力。 有了资金之后,大家风风火火地租下场地,准备开个小型的代工厂, 而小月出的钱最多,变成了领头人。 因为闺蜜雪中送炭,小月跟花花的关系更好了, 在路上,他们刚好碰到市面上的老板娘。 想到大力如今被这个女人迷得七魂八素,花花很是生气。 她借着为小月出妻的理由,一脚踩停了老板娘的三轮车, 然后拉着老板娘理论起来。 老板娘很是奇怪,自己从来没跟大力有过其他关系, 自然受不了这样的欺辱,两人当街打骂起来。 小月劝都劝不住,最后老板娘落雨下风,坐在马路上哭了起来。 回去的路上,小月感谢闺蜜,替自己出妻, 但是打得太狠了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抢了自己男人。 听到这句玩笑话,花花顿时哑口无言,连忙转移话题。 很快大力进货回到村里,刚到村口,就有一堆人显言碎语。 原来大力找女人的事已经传遍了村子, 他们都在数落着大力的不是。 而后回到家里,女儿看到老爸就很是气愤, 把院子东西散落一地,看着很是荒芜。 大力第一次意识到小月的重要性, 现在连生活做饭也要自己来。 女儿借此让父亲去找老妈道歉, 然后接人回来,可大力却不以为意, 人只要有钱就好了, 就算没有老婆,雇个保姆也可以。 女儿说不过大力,婆婆便出来了, 一家人都在数落着大力的不是。 大力很是气愤,拿着刀要拿家里的羊出去, 婆婆气得痛哭起来, 大力无处排解,便在树上挂了红绳。 这是她之前跟花花特有的联系方式, 花花有些担心,便过去了小草屋里, 结果一上来,大力便强行侵犯自己, 毫无悔意,明明前两日拒绝自己那么彻底, 像踢皮球一样,现在又想踢回来。 花花可不是好欺负的, 连续的质问让大力思索不及, 她看到连自己老想好都这么说自己, 于是便直接骂起来。 花花第一次听到这么恬不知耻的语录, 她拼命挣扎,直接踢翻了大力的命根子, 随后她痛哭起来, 这时候自己才明白, 对方并不是真的喜欢自己, 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发泄品。 这时候花花才了解到, 自己给闺蜜造成多大的伤害, 觉得自己再也抬不起头来, 甚至觉得大力根本不是个男人。 回到家后, 花花亲自给丈夫做了顿饭, 还做了新鞋, 丈夫兴许若狂, 这还是结婚以来, 老婆第一次对自己这么好。 看到丈夫的脸, 花花愧疚地哭了起来, 然后想要坦白自尸, 没想到老师的丈夫早已经知道了, 但是为了这个家, 她一忍再忍。 花花愧疚难当, 痛哭扑倒在丈夫的怀里, 两人终于说开了心里话。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, 大力生了重兵, 虚弱地躺在病床上, 这时候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的媳妇。 原来小月的工厂办得很是出色, 接了很多订单, 看到自己如今这么落魄, 而老婆却在离开自己后活得越来越出色, 大力不禁后悔, 哭了起来。 而后, 她抽了一夜的烟, 回去瞅着墙上的结婚照, 猛然想起当年两人情色和鸣的日子, 不禁惋惜难当。 而后女儿趁机叫来了小月, 想让她照顾生病的大力。 小月虽然很讨厌对方, 但因为心里软, 还是为其做了一顿饭。 大力抓住这个机会趁机认错, 恳求对方留下来, 但小月却铁了心, 不想再回到这个家里。 最后在婆婆的独处下, 大力第一次来到了小月的住处, 反白了自己跟闺蜜花花的关系, 直到这个时候小月才明白, 自己一直错怪老板娘了, 而自己最亲最爱的闺蜜, 才是罪魁祸首。 小月难以接受不禁哭了出来, 尤其是听到对方已经脱抹好了十几年了。 她崩溃不已, 便找到了花花, 质问对方为什么这么对自己。 花花小姐是可有无话可说, 她心里愧疚难当, 小月气得抬手打了一巴掌上去, 随后扭头走了。 花花没有还手, 只希望闺蜜能够原谅自己, 而最后在大力的恳求之下, 小月终于推倒了围墙, 原谅了大力, 故事是圆满的, 可那些伤痛的回忆, 真的能够抚平吗? 好了, 本期结束到这里就结束了, 小伙伴们记得一键三流, 点赞订阅加关注, 更多的好故事等对你, 我们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